训为封,训这个字有的人不认识 那其实上面两个字 我们也可以去,因为字跟声音都是最初是象形字 理声字,都是跟自然根本相关的 不是乱教乱写 学过易经的,易学技术知识的知道 有个字,尘字为封位,那为什么不是尘呢 这个字啊,就是隐身四害,四义马位 它主多动,所以更像是封 那两个字呢,实际上刚好就是这个 上面是封,下面是封 其实下面也可以当草,凡是柔弱的 封木啊,树木,五行当中 花草树木啊,一些比较小的树啊 这些都算封,柔弱的 上面风一吹,下面就会跟着动的 实际上就是在天的一种成形的 成像,落地成形的一种东西 它跟他们是同类共鸣 合并同类像的 甚至有同一变来的 这是我们说的玄学又不懂 说这个是利于小的亨通 因为它毕竟是柔嘛 你想做太大的事不可能 你必须要顺从别人 那顺从谁呢 就顺从合适该顺从的人 不是谁都让你顺从 所以整个挂子 已经大体跟你说清楚了 那具体再看 我们都说 要外揉内刚 每个人都懂 你起码先懂 所以说 你内也训 就不刚了 一开始你就 犹豫不决 进退两难 立无人之阵 就你刚起来 才有力 实际上告诉你 就是不刚了 这个结果就不是很好 因为人性难改 所以但是给你提出方向 你要这样慢慢学着来 也没办 那九二呢 就告诉你这个讯 其实在下野为床 就是 是这么一个类像 阴阳就像床子两个腿吧 那告诉你九二 你虽然是阳 但整体还是阴 你反正是下三阳 它是阴挂 就不太好 内你刚不起来 但是它毕竟是保持中正 就像我有一个赤诚之心 像那些乌衣神汉们 对天的敬重敬畏 那有这个心 也不会出太大问题 那么九三就告诉你 你虽然也是阳 但整体挂 让你变成了阴 所以三多熊 四多巨也不会太好 你见谁都从 就有问题 你不该从 就不要从 那么六四呢 就好了 因为它已经到了外柔的阶段 而且它又到位 它又被整个的阳上下包围 所以一定是有收获的 阴阳代表收获 那么九五 微居位 整体来说上挂一定都是不错的 但是呢 你 再刚 它也是柔光 所以你要事前事后做好 各方面的 周全的准备 你才好做事 这样就好了 上九 那是 揉之揉 揉到最后 也没有什么可揉的了 就是无极必反 你不管是阳谣是阴谣 它整体成了一个什么像 就是训 那当然了你如果是阴谣 它就不是训过 所以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这就说你到最后 你连从的人 从谁都不知道了 已经成为习惯了 反反复复 那结果就不会好 那就是不管你上九 还是上六 都是物极必反 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好的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组合 成为一些现象 挂箱那是可以的 好的 感谢观看